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干部教育中心和腾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数字化与现代化公益直播讲堂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在线上相聚 我们的课堂将通过中国科技网、新浪网、快手、学说等平台同步直播 本讲我们荣幸要求到了快手科技副总裁周小涵老师与大家线上分享 数字中国视野下直播短视频行业发展与思考 大家好,我是来自快手的周小涵 今天我想从一个互联网行业亲历者、直播短视频行业从业者的角度 跟大家谈谈我对于直播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的一些思考 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分别是直播短视频的发展历程、特点、价值 以及一些对于直播短视频未来走向的思考 我们来看,其实直播短视频的发展跟中国数字化形成是息息相关的 在2023年2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根据规划,数字中国建设主要围绕2522的整体布局框架展开 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 推进数字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深度融合 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 优化数字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直播短视频平台逐渐的向互联网基础应用过渡 深度参与数十融合、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 是互联网行业参与数字中国建设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那我们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三大阶段 有学者提到互联网对中国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将中国从过去一个弱连接的社会 变成了现在一个强连接的社会 从而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各个层面的变化 从互联网促进社会互联程度的角度 我们看到说从互联为核心 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 弱连接、强连接和超强连接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网易、搜狐等盟户网站 为代表的信息互联网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以BAT 也就是百度、阿里腾讯崛起为代表的社交互联网时代 第三个阶段是以快手等企业发展后 带来的产业互联网时代 是物与物互联的阶段 那我们看是说从互联网家到直播家 我们看到短视频直播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的全新赛道 根据中国网络互联信息中心统计 截止到2022年12月 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10.12个亿 同比增加了7000多万 我们把短视频的直播历程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首先是萌芽期 直播的萌芽期可以说是从1994年就开始了 1994年4月20日 中国开通了64K internet倾道 完成了中美邮件的互通 全功能的链入了国际互联网 从此中国正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 新一代技术革命 新一代的这个技术 快速普及就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有了底层技术的支撑 直播这种新的形式开始萌芽 由于初期互联网技术没有形成完全的体系 相关应用也不完善 因此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 直播也主要用于报道重大的新闻事件 但它作用其实不容小觑 如1997年中央电视台用直播的方式 报道了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 形成了戴阳卡兹所言的媒介事件 在我们看到在2005年 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二个时期 也就是发展期 由于21世纪初 Web 2.0处于的这个初步发展阶段 因此在这个时期 主要是以PC端直播为主 且内容相对单一 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秀场直播 游戏直播为辅 在2025年随着秀场直播 也就是我们讲的主播展示脱口秀 唱歌等才艺 用户通过PC端或移动端 来观看主播互动 并通过互动打赏等动作 跟主播建立的连接 从而获得陪伴感跟参与感 直播呢就从萌芽阶段 进入到了发展阶段 它最有代表性的三大秀场直播企业 分别为9158 六间房跟YY直播 而游戏直播我们讲的是说在游戏主播在直播间参与 游戏或者解说他人正在参与的游戏 将解说的游戏画面同步直播给直播间里的受众 并跟受众进行互动 在2012年 YY直播推出了电竞直播插件 也就是我们讲虎牙直播的前身 主要进行语音的视频直播业务 越活用户达到了5000万 在这个阶段游戏直播开始萌芽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也就是爆发期 在2013年底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颁布了四季牌照 标志着四季时代的到来 让直播从PC端直播转为到了移动端 而随着Web 2.0社交媒体的发展 产生了大量直播自媒体 网红进行电商直播的形式开始萌芽 成为网红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而此外呢 游戏直播也开始蓬勃发展 国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游戏直播平台 有虎牙直播 斗鱼TV和熊猫直播 其中虎牙直播和斗鱼TV均成立在2014年 而熊猫直播成立在2015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 秀场直播为主播变为游戏直播 和电商直播为主 直播行业从此也进入到了爆发阶段 在2016年快手开通了直播业务 在2017年快手主战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直播平台 而爆发期之后的直播行业 也给不同的直播给予了它生长的土壤 整个行业形成出了百花齐放的姿态 我们看到电商直播 体育直播 游戏直播和重大事件的直播 这多种直播形态发展很迅速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看到电商直播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这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它叫做看见的力量吧 因为短视频的整个出现 让更多人能够更好的表达和被关注 在三级时代来临的时候 人们在移动终端观看视频的需求量逐渐的增加 2012年快手由一款制作GIF动画的手机应用转型为了短视频社区 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了短视频社交平台快手 在2013年开始出现了各种工具类的视频运用 此后呢腾讯和新浪微博也专注于研发自己的视频运用 相继推出了微视和秒拍 在2013年12月正如刚才我提到的 四季通信技术首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短视频用户数量逐步上升 2014 2015年向美拍小咖秀等短视频产品陆续发布 通过手机上传使得短视频分享已经成为了我们讲一种流行文化 在2016年四季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为短视频的爆发提供了我们讲技术条件 许多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内容生产 平台和用户对优质内容的需求量逐渐的增大 短视频内容这个价值已经成为了支撑短视频行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短视频市场逐步走向了精细化和垂直化 在2022年开始呢 我们看到短视频行业已经迈入了照这个成熟期 在这一时段短视频行业格局趋于稳定 短视频内容消费习惯逐渐普及 舆论主阵地不断的巩固跟壮大 内容生产更加的繁荣 而短视频平台的产业也更加多元 搭载了像电商 本地生活 房产等越来越多的新的经济的新业态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 短视频作为数字社区 在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上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以快手为例吧 我们看一个数据在2023年的第一个季度 我们的用户的互相关注数量达到了296亿对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其实也带来了 相关产业的上下游的多种新型就业的形态 同时呢 短视频也持续地在媒体信息传播 文化传承 知识分享 国际传播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短视频的增长效应 创新效应 赋能效应和渗透效应 短视频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 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标准性的应用 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构架 目前直播行业的内容形态 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 我在这里想简单列举几个主要的直播类型 我们来看直播电商 娱乐直播 资讯直播 体育直播的不同的样态吧 第一个我们想看一下电商直播 这个资讯直播带货 电商的这个直播带货呢 是以营销卖货为目的的网络直播形态 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 电商跟直播双向融合的产物 在2016年 蘑菇街淘宝推出了直播平台 在所以我们把2016年 视为整个直播电商的元年 在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让各行各业都加入到了直播带货的浪潮用来 其中我们看到像淘宝啊 拼多多 它是传统的电商平台 它也开辟了电商直播的新业态 而快手呢 它是在内容平台的基础上 开发了电商业务 然后我们再来看娱乐直播 娱乐直播它的范畴包括像 演艺直播 明星直播 游戏直播等多种类型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成熟规范期 以游戏直播为例吧 2022年12月 国内游戏直播的用户 就已经这个规模达到了2.66亿 我们再看一下体育直播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体育赛事的重视不断的加大 体育直播呢 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像冬奥会 冬残奥会 世界杯等 在专业讲解员进行直播全程讲解 将赛事全新的情况进行了实施的传输 此外我们也看到说像体育赛事受到了直播平台上用户的欢迎 比如像这个我们快手啊 也为老铁们转播了2020东京奥运会 及北京2022冬奥会 我们看一组数据吧 截止到2022年12月 体育直播用户的规模就达到了3.73亿 较2021年12月增长了8955万人 占整个网民的3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资讯事件的直播 像这个国家层面上的国庆阅兵啊 两会 社会层面的三星堆考古 暴雨灾难等等的 这一类的内容实际上是满足了用户 对家事 国事 天下事的实事关注 满足了用户对现场感多角度体验的这个需求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洞察吧 我可能主要从四大特征来去做一个分享 首先第一个特征是 创新产业融合将成为助推数十融合的新动能 我觉得主要保险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直播电商的普及 推动数字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也给原本从事线下业务的商家带来转型的机会 让这个传统的产业带重新焕发了火力 其实像借助直播短视频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开展这个直播电商业务 来实现数字经济的转型 我们看到截止2021年光临一世共有各类电商产业员38个 电商从业者就超过了10万人 像如今包括像快手 视频号 淘宝等平台在内 国内主流的这个主播带货平台 已经汇聚了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产业带 在直播带货上于特定的地区 特定的历史 这个严格紧密捆绑的产业带 正在成为诸多特色品类的总商标 像这个宜兴的紫砂 海宁的皮革 景德镇的陶瓷 包括像杭州的纺织品 苏州的丝绸 连云港的海鲜等等 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平台推出了 像直播带港等招聘的新模式 通过这个算法的扶持 通过流量的扶持跟算法的匹配 这个企业跟应聘者可以更直观 更高效的了解彼此的需求 我们来助力去解决 蓝领人群跟企业之间 长期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专业不匹配 包括像用工荒等特点 第三个是创新消费模式 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宗消费品的企业 比如说像房企 车企 也将直播短视频平台 看作是一个新的销售渠道 所以就出现了像直播卖房 这一类的新的业务 我们看到第二个特征是 与新技术不断的接轨融合 正在成为数字社区的新载体 在这个直播短视频平台上 社区化的社群 呈现了网格化的趋势 大家围绕着某一个节点 比如说某一个话题 某一个兴趣 某一个主播 会形成一个个社区 社群 这些群落汇集起来 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社区 AI等新技术的运用 也让大家在视频创作 直播 购物等不同的场景 得到了丰富的高效的体验 此外呢 我们还把AI应用到了 直播短视频平台 动的不同场景中 像政务宣传 用户体验方面 都能够发挥这个效用 比如说在2022年 我们就利用数字 虚拟人技术跟最高检 打造了虚拟检察官 并让他在两会期间 发布了最高检的工作报告 此外我们也有一些虚拟主播 进入到了快手站内 作为主播开始运营 也有了自己的粉丝群体 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智能技术 帮助用户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 在视频创作 视频理解等场景下 提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看到第三个特征 多元内容生态持续优化 成为普惠知识传播的新场景 在2022年快手范知识类的创作者 同比增长了24% 万粉创作者视频发布量达到了1.1亿 在2021年平台全年有超过 3300万场的知识直播 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快手用户中 就有一个观看过快手的知识类的内容 有1231万成年人 在快手的直播间里面学习识字 截止到2022年底快手上有182个 像金霞这样的成人十字的直播间 等一下我会来具体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这些用户的出现汇聚了 平台良好的创作者生态 依托这样的生态 直播短视频的平台 可以持续对于用户带来 丰富多元化的内容 来满足用户不同类型的内容消费需求 像图文中提到 像短剧啊二次元体育 都是这几年比较受欢迎的内容 比如短剧吧 很多平台其实把短剧看作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增长点 我举个快手的例子 仅快手平台 这样我们一个平台 2022年的短剧的日活就超过2.6亿 而付费短剧也是长短视频平台 近年来在尝试的新的商业模式吧 整个短剧赛道 我们也进入到了精细化 精根细作的阶段 内容创作者需要对内容精心打磨 高质量的用户 高质量的内容才能获得更多的用户和受众 这也是为这个知识传播 和高质量的内容传播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我们看到第四个特征 就是创新内容互动和信息传播 来引发传播新 传播生态的新革命 接下来我想说说传播上的这个特点 在传播的主体方面 直播短视频的门槛其实很低 只要有能够记录跟传播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内容生产 在传播内容的方面吧 短视频的内容叙事很灵活 会将一段内容中的核心信息以短评化的方式呈现 提高受众获得信息的效率 在传播的效果方面呢 直播跟短视频有流媒体的天然优势 具备着视听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冲击力 还有社交属性加持 所以能够做到内容的及时传达 给用户带来很强的现场感 再结合我前面提到的内容 这个短内容的时间短 获取信息效率高的特点 所以它相比于其他的传播形式来讲 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在内容消费上面的话 无论是观看短视频 还是欣赏这个直播 用户都能够通过像评论 弹幕等互动形式 快速的跟视频的创作者 建立情感上的链接 就更大的能够调动 用户的参与感跟积极性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接下来谈一谈 我认为有三大意义吧 就把它分为三个价值 首先肯定是经济价值 我们看到这个扩大内需 促消费是当前 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从宏观的背景来看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 纲要2022至2035 也就是在去年 我国GDP的总量超过了 120万亿元 最终消费支出占到了 国内生产种子比重 连续12年保持在50%以上 是全球第二大这个商品消费市场 在加速经济复苏的关键的窗口期 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的消费平台 顺应了这个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我们再来看在这个基础背景吧 这个消费新理念 新形态新模式的推动 这个消费结构升级进入到了关键期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是推动传统消费提制升级 也产生了新的消费趋势 数字化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 推动新消费模式和新消费形态层出不穷 特别是像网络购物 移动支付 直播带货 无接触的配送 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很迅猛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表现出了旺盛的活力 在推动消费恢复和经济企稳方面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看在2022年 全国网上零销额13万7853亿元 这个规模是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而随着用户 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居民的消费理念呈现出了像个性化 多元化品质化等不同的特征 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新品牌 新国货的发展 这个背后实际上我认为是新消费理念的塑造 跟推广 这些新潮流为消费者带来了新产品 新体验 本事上是适应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和要求 短视频平台目前呢实际上为这个数字经济时代提振消费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助理 我们看到短视频和直播顺应了碎片化去中心化 大众化的媒介传播的新的趋势 随着我国新型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日益完善和互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升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顺应了这个碎片化去中心化 大众化的媒介传播新趋势 这个营销传播速度相比于传统媒体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 它成为了新消费理念的传播载体和新消费液态的生长土壤 快速的增长的用户规模 这个为数字消费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们也看到短视频在各类消费群体的渗透率也不断的上升 短视频的消费时长交易规模也快速的扩大 这个在短视频平台在这个渗透的不断渗透的这个提升上面 我们也看到说吸引汇聚了各年龄段的 各经济这个阶层的消费者 用户的群体横跨了50后到00后 且以80后到00后为主 基本上覆盖了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用户群体 此外呢短视频平台消费的兴起也带动了直播产业化的发展 延伸出来包括像上游的供应链 中游的平台和主播 下游的物流销售售后环节的整体的完整的产业链 推动了像食品游戏美食美妆服饰等消费行业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直播电商作为直播行业的新业态 带动了农产品 特色美食 生活家居 服装服饰等行业的平稳发展 也覆盖了绝大多数的线上的消费人群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从用户规模的角度 随着直播行业政策的完善和短视频平台生态的成熟 直播电商的用户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直播电商的用户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 在这个增长上面就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市场潜力和活力 逐步的释放 为消费者带来了消费新体验的同时 也推动了线上消费持续扩大 我们从市场规模来看 近年来我国的直播电商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 并逐步进入到了稳健发展期 在2022年整个直播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突破了3万亿元 增速达到了48.2% 而快手自2018年开启了电子商务业务 2022年电商交易总额就达到了9012亿元 同比的增长达到了32.5% 在这个创新消费场景方面 短视频平台有高通量 低延时 万物互联的优势 这就有助于打造在线文娱 在线旅游等沉浸式 互动式的新消费场景 通过突破传统消费场景的限制 能够触达到消费者的内心深处 从而能够发掘更多新的需求 包括像农产品 国货 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在区域发展方面 以农产品的消费为例吧 像这个快手的冲波计划 腾讯推提出的在线经济 都强调了数字平台通过数字化帮助 县域乡村激活经济动力的经济机制 以短视频这种形式为例吧 短视频可以通过推送 以农民美好生活 乡村叙事等为主的短视频 使得观看视频的受众 有一种虚拟在场的共情参与 重构记忆 并形成粉丝效应 进而进行流量变现 也就是通过短视频传播 到社交化流量汇聚 到粉丝追随效应 到粉丝经济这样一种新的模式 激发了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特色 尤其是农产品的需求 并实现了短视频驻农的经济价值 跟社会价值 再比如 景德镇陶瓷我们都知道 是国家地理文化标志产品 景德镇内也是视频号 快手号等短视频产品的在线产业带 这个陶瓷手工艺品 非标 价高 低产 不易得 这几个特征 就对短视频和内容的要求 是非常契合的 在这个直播形态中 给大家来介绍跟销售词器 就更能够激发大家 对于文化的兴趣 跟文化消费的需求 在这种线上的形式呢 实际上也渐进的推动了 像景德镇陶瓷中小微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 让这些当地的小微企业 用直播带货作为突破口 先提升外部交易规模 进而再通过整合资源 和接入数字化平台 来优化他们内部的交易成本 我们看 随着这个数字技术 不断的创新跟加速应用 短视频平台创新 也发展了短视频 直播电商 兴趣电商等不同的新业态 不断的创造了新的供给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 短视频 直播电商 兴趣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涌现 促进了线上消费的创新 为新国货品牌 工厂品牌 老字号品牌 等品牌创新发展 带来了空间 为餐饮 景区 电影院 游戏厅 母婴 等本地生活服务行业 带来了新的需求 场景和增长可能 也为产业链从述 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而带动了一系列供给创新 增加了新的供给 从企业角度来看 在短视频平台发展浪潮下 大量生产企业将供应链 和流通组织方式 用从我们过去讲 从生产制造为核心 调整到了 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 借助以兴趣电商 为代表的电商新模式 获取消费的新需求 并且有针对性的 组织产品设计 备料和生产加工 从而来实现 自身产业链的改造 跟产业结构的升级 同时来满足高度多元 细分的产业的市场的需求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说 产品供应方跟消费者 通过直播间等渠道 建立了实施的互动 能够使得消费者 直接的向品牌方表达需求 从而促使生产企业更快的调整策略 精准研发来提供产品的供给能力 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以产业制造为核心 我们今天已经发展到说 我的消费者的表达 能够反向的推动生产企业的 这个进行的整体的战略调整 我们再看一下说 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 跟产业消费观念的升级 直播短视频平台 已经紧紧的把握了市场新趋势 积极的传播消费的新理念 分为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是从消费的群体来看 目前我国新消费群体的增量用户画像 分别划分为 主要划分为新生代 新老人 小镇青年跟新中产 其中以95后为首的新生代年轻群体 他们消费理念会更加鲜明 所以短视频平台积极把握 新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 不断地给用户带来 精神满足的新产品 新理念 新渠道 就能够迅速地吸引 新生代消费人群的眼球 这里要提一下平台中的圈层文化 圈层主要有两大类型 一是由垂直性去构成的圈层 即因某种偏好形成的圈层 这种分类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 年龄跟性别是一大类比较稳定的分层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价值偏好跟消费特点 会形成不同的消费圈层 其次呢 它所从事的行业领域是另一大基本分层 不同的行业特征也决定了关注领域的不同 因因此能够形成各自的圈层 就比如说三音重工直播一小时 卖出了31台鸭路机 这就是基于精准的偏好圈层 而形成的高效传播的途径 最后 我们看到基于生活类 休闲文娱类的小众爱好 也能形成活动圈层 快手为小众爱好提供了重要的寄居平台 二是基于创作者影响力而形成的圈层 这类的创作者是因喜爱跟信任主播 而形成的细分的群体 以快手为例吧 这类消费占到了一半的比例 从这个消费产品来看 高颜值的产品能够成为推动新消费 它形成了一个主导的趋势 因此短视频平台仅抓住了市场需求的新趋势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高颜值 有内涵高品质的产品 从消费渠道来看 随着短视频直播时代的来到 新的互联网业态已经成为短视频 已经成为这个短视频的消费者 了解世界的重要的窗口 是消费市场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 特别是电商业态的融合发展 拓展了消费品的销售渠道 使得电商直播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购物方式 并对这个商品的宣传和销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此短视频平台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发展新趋势 不断的创新电商的新模式 能够成为积极助力线上消费的重要的因素 我们再看一个新的场景 我们想来探索一下这个直播卖房 云卖车的业务 进而精准的促进大众的消费 我们看到借助直播跟短视频的传播优势 直播短视频也在连接企业跟消费者 在汽车房产这样的大宗商品的生产企业 我们也看到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深度的互动 比如说在房产领域吧 直播短视频平台也可以搭载房产营销和销售的新的方式 在汽车领域的服务 在直播短视频平台上也探索了一些新模式 我举快手的例子吧 快手也将汽车的看 选 买 用 换 这五个主要的需求场景连接到了平台上 我想再跟大家谈一下社会价值 首先呢 我们看到平台发展带动了岗位的需求 打开了就业的新蓝海 主要有方式有三个 一个是通过创设新的职位来拓宽群体就业的渠道 比如直播电商的发展 我们看到2022年新增注册直播相关企业41.6万家 新增量同比增长了120.66% 数据显示在到2022年底 快手平台就带动了3621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内容生态带动了2215万个就业岗位 商业生态体系带动了406万个就业岗位 二是通过这个直播招聘等新的形式 也可以提升蓝领群体的就业效率 在2022年全年快聘这个业务 吸引了月度达2.5亿次的劳动者参加 直播场次超过了500万场 三是通过持续培育新业态 能够促进青年大学生的就业创业 通过创设新农人 新匠人 新传承人 新演艺人等上百种新的职业 为青年我们广大的大学生的就业 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第二个呢 我想谈一谈深入农村建设 和当地共同发掘乡村新规遇 在社会价值上 直播短视频平台也可以利用资深优势 助推乡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 二是对当地人才的培训 截止2022年7月 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 已经发掘跟扶持超过100位 幸福乡村的带头人 覆盖了27个省市区 带动了16个地方特色产业振兴 产业发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今年快手将提供30亿流量 扶持乡村发展与人才培养 正式发布了像村播计划 村播学堂 幸福乡村带头人 村播大会四大乡村振兴IP 围绕着培训指导 流量扶持 线上运营 线下活动 持续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跟产业发展 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小的案例 这是我们快手的一个用户 他的名字叫做小四轮上的花仙子 他的本人叫做杨淑婷 在之前有一场车祸 导致当时20岁的他下半身瘫痪 在2017年他来到了快手 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只是跟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后来慢慢的在几年的时间内 他在快手收获了50万的粉丝 和评论区无数的点赞跟鼓励 在2022年 舒婷开通了快手小店 在直播中 他帮助其他的农民来销售 滞销的农副产品 现在他的创业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他在乡村有了自己的公司 带动了59名残疾人 和1300多名村民共同致富 我在想跟大家聊一聊文化价值 我们仅仅以泛知识行业为例 在2021年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行动纲料中提出 到2025年 全民数字化适应力 胜任力 创造力 显著提升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发展环境 显著优化 基本形成了渠道丰富 开放共享 优质普惠的数字资源供给能力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 整个知识的行业 文化的行业也在不断的发展 我在这里 以我比较熟悉的快手为例 跟大家分享一些情况 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和我的一些思考吧 在2022年快手 范知识业务万粉的创作者 视频发布量达到了1.1亿 在截止到2022年的12月 快手已经有将近400种类型的直播内容供给 其中科普教学是最受欢迎的视频形式之一 前面我已经说到 互联网的用户从2022年整个网名以及互联网用户的规模来看 互联网及短视频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跟节点了 用户在各个内容维度的精细化的需求满足已经成为关键 我们看到说有趣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 而有用的需求的满足实际上还在一个突破口和增长点的利好时期 能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于知识内容的消费 我认为会是下一个阶段的关键 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发展大方向来看 十四五规划已经将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放到了重点的位置上 力争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 到2025年要初步建成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 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字技能稳步提升 数字鸿沟加快弥合 所以基于对行业发展社会责任以及用户价值的理解 快手的范指使用户覆盖了像教育 人文艺术情感科普财经法律等 十余个核心的知识领域 希望通过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 快手不仅仅是分享生活的平台 更希望是创作者们能够通过快手持续的分享知识类的内容 来满足用户对于获得感的需求 一起来建立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知识的繁荣生态 我想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说 我们快手在做短视频业务的价值定位吧 首先我认为一个价值定位就是 我们想要做新市井的知识 怎么来解释呢 我们认为 尤其我认为知识不是放在博物馆 不是仅仅放在博物馆 文化馆或者说山崖塔里的 它必须要进入到市井 进入到生活 必须再要使用传承中 去幻化出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专家能够说人话 能听得懂 知识的这个要生活化 能够用得上 我们的老铁有绝招 我们要来把这个绝招进行来分享 我们的知识不能在书本里 不能在教科书里 它必须是始行万里路 必须充满了市井烟火 跟群众的智慧 所以我在这个定义 这个互联网知识业务上 我有六个这个内容的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是 第一个是我认为 心知即常识 知识要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流动 你的常识可能是他人的心知 而他人的心知也可能是你的常识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 你有一个苹果 我有一个苹果 我们交换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苹果 这是一个物质的交换 它实际上对于我们 你和我来说 我们并没有增量 但是你有一个妙招 我有一个妙招 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每个人就有两个妙招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这样的价值的取向上面 我们能够得到规模化效应的增长 第二个是关键词 我认为叫做插件式学习 有时候我们在需要知识的时候 往往是需要某一个点 而不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比如说你想看看今天的股市走向 对吧 你大概率你现在开始学 这个经济概论 你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知识点进行拆分 即学即用 随取随用 第三个关键词呢 是冷门也流行 我们看到说 今天沉浸式的科普 生活实验场 就是将抽象的知识 化为生产方式 你看了 你不仅是看了 你还可以在生活中去 动手去检验它 就比如说在疫情时间 这个期间我们看到说 像阳台种菜 而这一类的那个知识类内容 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和发展 最后呢 我特别想提一下说 我的另一个关键词叫 无用是大用 我觉得 其实在今天的互联网平台上 知识没有高下之分 一个先进的科技成果 和一个手艺人的匠心制作 只是领域不同 这个对于需要的人来讲 它就是最重要的知识 所以这也是我认为的互联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它实际上扁平化的部分 能够让每个人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叫做撮合效应 能够链接到他所需要 他所关心的这样一个领域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 得到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智慧 都可能会去引导我们去往大用的路 这是我想说的非常重要 我认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无用是大用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再聊一聊 短视频加直播传播的三个功能 今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们范知识所发挥的这个知识 在拉斯维尔关于传播的三功能说里面 其实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简单来说主要有环境监视功能 社会协调功能 社会遗产传承的三种功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感知吧 就人们之所以能够更有能力把握 跟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 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借助了知识跟经验 对周围的环境有了预判和预期 那我们讲范知识必须是一个输出知识 跟经验的文化新阵地 我们就会通过直播 通过短视频 让深的知识实现了简单的输出 让小的知识实现了大的传播 让有用或无用的这个知识技能 给我们的生活 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应对之道 在范知识的直播短视频 就意味着不管什么样的年龄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区域 只要有你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 就可以进行创作 比如说有人会通过短视频交做饭 就我举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案例吧 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擅长厨艺的 这样一个叫做工作狂 但是呢我要去在家里面 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播放短视频 我会发现说在短视频的帮助下 我自己就能够创作出像枯抱鸡丁啊 像水煮鱼这样我们认为 这个不完全是家常菜的一些 这个叫做菜肴吧 实际上这也是给我自己带来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 我发现说原来借助这样的部分 其实我的潜能是得到了 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叫做开发跟提升吧 所以在我们平台上 由于像90后啊00后啊 或者组建家庭的时候 这个已经成年啊 这个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在家做饭的这个比例啊 由于我们这样的短视频的普及 这个比例得到了一些上升 而90后啊00后又是短视频 这个的主力用户吧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哎短视频叫做饭 在快手平台上就成为喜闻乐见的知识内容 而且它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此外呢还有人在直播短视频平台上教理财 教普法 还有律师通过直播跟短视频普法 比如这位 他是我们北京职这个北京职业律师 啊杨昭阳他在快手上他以自己的职业经验为基础 接受啊根据观众你能够接受的语言形式 对观众来进行这个法律的科普 他也会为观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啊 就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能看到说非常多的我们讲到老铁 老百姓他们其实很难阅读啊非常专业的法律的书籍 那么我们通过他们你能够接受的部分 我根据你的啊这个文化接受程度 根据你的语言习惯我能够把比较深的法律知识 让你能够明白和清晰的能够去做一个传递 此外呢我们看到说像今年副业这个话题 也有很多人的关注啊 也有许多有经验的人通过这个直播短视频来分享 做副业的这个经验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说啊夜市经济 比如我们看到说像菜场经济啊 这一类的内容实际上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 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啊我想再跟大家看看我们第二个功能 就是社会协调啊 传播是这个执行联络 沟通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的社会系统 范制行业呢致力于知识传播来消除数字鸿沟 从而来实现不同地区行业 人群的文化互议和文化互议 来推动数字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里我想简单举一两个例子吧 首先看看这位不刷题的吴姥姥 他自己本人呢是一个同济大学的退休教师 他的每一个作品啊都是同一个装扮 他有一个神奇的马甲 但是他从这个马甲里面 他做很多的小玩意儿 他会做很多很多的小实验 这些小玩意儿就像我们的一个小玩具一样 他在这个玩具当中 在生活中最简单的方式来给大家讲物理的知识 所以在他的讲解里面 其实物理学学起来真的不难 而且充满着乐趣 如今他在快手的平台上已经收获了近两百万的粉丝 在他的粉丝群体中有青少年 有老年人 我们会发现说 原来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 有这么多是充斥着物理学的 你并不完全需要说在公式中去学习 而是在生活中就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一个累积 我在想来给大家介绍这位成人十字惊吓老师 他每天晚上的七点半 准时教授在我们平台上拼音键盘打字 这样非常基础的内容 但是我发现说截止2022年底 在快手上就有182个像金霞这样的成人十字的直播间 总粉丝量达到了1231万 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令人震撼的一个数字 因为这些实际上是看似非常微不足道的常识教学 但是他却为一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提供了进入课堂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也是我看到的 我觉得短视频平台今天的普及 在我们拥有那么大的用户基础上 在我们得到了那么大的普及上 我们才能够为社会价值带来这样一个 非常好的普及化的这样一个效应 第三我想谈一谈这个社会遗产的继承 我觉得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像人文艺术 飞移记忆类的直播家短视频 能够通过传播功能推动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快手平均每三秒就诞生一条跟飞移相关的视频 国家级飞移代表性项目覆盖率达到了97.7% 以快手为例吧 我们有国家大剧院每周六晚上的常态化直播 你能够在平台上 虽然我们很多人并不能够去到国家大剧院 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感受到国家歌剧的魅力 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级的演出 能够带来给我们这样一种视听盛言 我们也有向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名誉主席庞中华老师 带领观众来提升这个书法的水平 我们讲如果我们要线下去进行教学 那一个老师中期一生 他可能覆盖的量是有限的 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去跟像彭忠万华老师这样的老师 去进行书法的提升 但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书法的爱好者 他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的这样一个效率很高 且连接成本很低的方式 就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当中去 我们也有像宗编这样的飞仪的传承人来教观众手艺 那其实今天也有非常多的青少年 又非常多的飞仪爱好者 我们能够在平台上面不但能够去了解飞仪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能够通过飞仪的这样的材料包 亲自的去参与像宗编啊 像腊染啊 像这种渣纸啊 这一类的这样的手艺 让他们能够在真正的实践当中去感受到飞仪的这种魅力 包括像我们平台上还有很多像金剧演员啊 他能够这个来给你去讲国粹背后那些故事到底是什么啊 那些这个金剧当中哎为什么我们会有像我们的这样这个二胡啊 像这个嬉皮这些到底是什么 所以实际上当我们会发现说当你把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整个推荐给用户的时候 他其实很多人是并没有累积这样的相关知识的 那我们会有这样的这个叫做从业人员去给大家普及一些非常小的信息点 让他们在欣赏的整个演出之前就已经了解到一些普及知识 那我在欣赏他的时候我就有一些熟悉感 而我们会减轻这种陌生感 并且让这个用户对他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叫做认可度吧 我其次在想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思考吧 我给他总结为叫做四化趋势 首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觉得四化趋势是这个我对直播短视频未来方向的几个判断 首先第一我觉得是融合化 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数字经济跟实体经济正在深度的融合 这就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进行升级 这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新的趋势 以直播短视频平台为例 这个他在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过程中 逐步就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跟行业的壁垒 提高了生产要素流通的效率 未来也需要不断的拓展产业的边界 就能够带来更多的跨界跟破权 第二个呢是创新化 直播短视频领域本身就是创新性的行业 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产业革命突破爆发的历史交汇期 直播短视频行业需要发挥创新主体的优势 积极研发 落地和验证AR等新的技术 通过创新 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社会的生产 根据相关统计吧 中国AI的数字人市场规模已经呈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 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了102.4亿元 目前快手也提供了像那个传播型的数字人 服务型的数字人 虚拟化身数字人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像虚拟偶像 虚拟直播 虚拟客服 AR主播 品牌代言 直播带货等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随着AR能力的不断突破 云技术 5G移动通信技术 XR技术等的发展 对于科技的探索跟应用 将成为未来直播短视频行业的新的增长点 第三个话叫普惠话 好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的就是一个 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小的片段的演示 第三个话呢 我把它这个总结为叫做普惠话 其实受益于规模经济跟常委效应 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普惠千家万户 以快手为代表的平台企业 我们就推出了普惠数字社区的理念 打造普惠 连接 交叉 信任的数字社区 持续致力于满足人们在学习 娱乐 购物 工作 就业等的多方面多元化的需求 第四个话呢 是国际化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也在将自身打造的产品 及服务平台推向海外积极地开拓了海外的市场 在这个硬件设施上我们看到说 中国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伸透率不断地提高 除了欧美传统发达国家之外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智能设备普及率 也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这一个发展趋势为全球社交媒体产品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新的用户池 在行业发展上呢 全球互联网行业面临着新老交替 产品形态更迭的战略机遇期 直播和短视频给用户带来的新奇的刺激 和带来了全新的使用体验 在用户使用行为习惯上 短视频快节奏直观化的使用体验 叠加智能算法推荐机制 影响了用户发现内容的习惯 能够吸引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 使用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平台有强大的文化适应性 通过AR加人工的审核工作模式 和高效的智能分发系统 产品能够快速适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审核推荐策略 能够最大程度保证当地用户的体验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活跃在互联网 活跃在直播和短视频上的用户 我们都是科技革命 产业变革大背景下的缩影 也是数时融合浪潮中的亲历者跟实践者 所以今天我将我分享的这一些饭知识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注意 我们可以共同思考 我们可以去看我们未来的互联网新的形态 我们新的直播家 新的短视频 我们将会走向何方 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希望各个行业 我们希望有新从业的人员 我们共同加入到这个部分来 我们相信这个生态 就今天的其实互联网对于传统的生态来讲 它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再是一个竞争的这个局势 我们是一个开放共赢的局势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态 需要大家来共同的繁荣 那我们才能够把它建立的 更加的叫做 更有意义和更有未来的持续发展可能性 在一个生态中 它需要有土壤 需要有阳光 需要有不同的内容的增长的业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发现说 在生态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也涌现到了新的浪潮 跟新的机会 我也希望更多的新的机会 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新的高度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 好 我们感谢周老师 来到我们的数字化与现代化 公益直播讲堂 上课期间呢 有听众朋友们呢 在平台上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请周老师现场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好 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直播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边界 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 而且整个行业可能都没有 暂时给不出一个答案吧 但是我觉得我从一个从业者的观察来看 我觉得目前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是跨界跟破圈 我们能感觉到它还在持续不断的迭代跟创新 包括像内容上的创新 技术上的创新 商业上的模式创新 业态上的创新 其实直播短视频跟其他的行业发展不是互斥的关系 而是更多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直播短视频这种形式跟像房产跟就业跟产业带发展能够结合 它可以结合整合物流商流信息流 它也可以拉通上下游产供销 所以它就会进一步的推动内容产品服务跟消费的高效的精准匹配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种数字经济跟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吧 我觉得我们也觉得跨界破圈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内容 更多的高效也能够输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跟社会价值 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通过直播和电商平台 把山区生态优质的有机优质的农产品卖出去 以此获得较高的收益 请问此种做法如何进行推广 其实我们过去我们讲这个销售是一个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发现说 这个酒香也需要我们能够给它一个好的机遇跟平台 我自己理解是什么呢 我自己理解是说任何一个好的产品 它实际上是散落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任何的一个角落 而我们今天所搭建的平台 就是让他们能够 这些SKO能够在平台上 这个货架上得到很好的展现 那么不同的人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需求 应对不同的货架的展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讲的撮合原则跟匹配原则 所以从平台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是主要是通过线上跟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让售卖农产品的商家 他们其实有非常优质的农产品 他们要更快的做一个成长 我们要帮助他们把这个商业模式做跑通 让他们看到说这个生意在直播短视频平台上 是可持续发展的 那我们怎么让他们能看到呢 那具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纬度吧 一个是从产业发展 一个是从这个人才培训 就是平台实际上是需要提供资源跟指导 我们要帮助当地的企业来实现 这个长期的有规模的规范化的运营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任何一个农产品 它可能有对应的群体 我们得让它了解到说 我今天对应的群体 它在哪里 它在什么地区 它的对此的消费的理念是什么 它对此的消费需求是什么 我们需要把大数据能够 这个叫做整合的 这个用户的消费的理念 能够传导到他 他才能知道说 原来我的农产品 我是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我能够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消费的理念 所以实际上是能够帮他 非常了解我自己的用户 并且我们要帮助他说了解 我怎么样利用短视频这样的平台 利用直播这样的平台 我的技术是什么样子的 我怎么样进行私域化的流量的运营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对他进行一些培训跟扶持的 也就是让他更快的 从线下的一个叫做生产者吧 能够线上线下的去做一些打通 让他尽快的进入到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整个模式下面 他才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红利 那么所以在这个产业发展方面呢 我们就会挖掘跟扶持乡村的创业者 我们为他们提供线上跟线下的商业和管理的教育资源 我们对他进行流量跟品牌资源的扶持 帮助他们进行彩销的对接 帮助地方的特色产业来实现发展跟增值 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像这个快手的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 我们去年就已经发掘和扶持超过100位幸福乡村带头人 我们发稿了覆盖了27个省市区 也带动了16个地方产业带 这个产业整个影响发展覆盖了近千万人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把互联网的理念 我们把互联网的技术 能够在当地去做一个普及 让他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设备 我们就能够迅速的进入到互联网这个大的体系当中来 其次呢我觉得是说对于当地人才的培养 我们会有专项的流量扶持 乡村发展跟人才的培养 我们过去已经正式发布了像村播计划 村播学堂幸福乡村带头人 跟村播大会四个这个乡村振兴的IP 我们就会围绕着像培训指导啊 像流量扶持啊 像线上运营啊 像线下活动啊 来持续的助力这个叫做乡村人才的振兴跟产业发展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在今天 我们看到其实国家大力的在做乡村的振兴 很多乡村的网络硬件 其实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是我们用了好的硬件 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的是人 我们需要人才去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的去做起来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会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 我们就会看当地哪一些人 我们把这个人才聚集起来 我们给他们去讲互联网的这些理念 我们会教会他们说我们直播的几个要素 我们如何选品 我们如何跟我们的用户去进行互动 那这些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叫做标准化的部分 我们也会根据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说 这个网友提问是说我的特色农产品 那么我的特色农产品 我怎么样把我这个特色 我的文化特色去进行一些这个叫做传播 我怎么样打造属于我自己的特色 而不是说我仅仅是一个产品销售链 所以我觉得是说特色文化加这个产品的整个的链路的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会致力于说我们扶持当地的人才 建立当地的特色化 利用当地的特色化来进行这一些叫做 我不管是农产品的烧卖也好 就是新型的农村的传播也好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需要千篇一律的所有的农村都长一个模样 我相信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一定是 在这个叫做基础的就是个叫做发展下 我们希望它能够建立起来不同的特色跟样态 所以我觉得是标准化的互联网的基础建设 标准化的人才培养 以及特色的这个模式打造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呢 其他的平台呢也有范知识 那么请问快手的范知识业务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首先不同的平台 它有自己的这个叫做不同的定位和战略 它也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价值偏向吧 我这里呢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说 我对于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定位是什么 就是首先我们想做的肯定还是说 这个新市井的知识 因为我觉得说从范知识的整个内容生态来讲 它其实是具有很大的一个包容性的 具体比如说表现在整个范知识的生态是开放多元的 它能够容纳很多不同风格和不同领域的知识 这里头有非常专业的像这个法律知识啊 理财知识的普及 也会有很多接地气的 甚至是无厘头的小常识 所以今天很多的就是用户吧 他对于知识是不是说 我今天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 我可能就只学法律 我可能也会对很多其他的东西就会感兴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 我们既有专业性垂直性 我们有非常强调这个跨界性跟这个融合性 那通常我们也会认为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叫做专业性的知识的学习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上那个财经啊等等的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 我们的用户对于说接地气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怎么样把我的这个经济学学的这个叫做原理吧 大逻辑运用在我生活的常识下 就比如说我三万块钱我怎么创业 对吧 我如何这个在这个这个整个菜场经济中能够 就是就是满足我对不同时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我觉得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是整个生活的样态的一个融合 第二个是呢 我觉得是从我们平台的生长土壤来讲啊 其实快手有很独特的老铁文化 所以用户跟内容在创作者间的信任关系 在这里是被构建的 所以用户在这里能够更能够接受浏览 跟接受一些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过去提说我们讲信任经济 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的创作者是非常的 这个在意他自己的整个群体 因为这是一个他 我们讲专业术语叫做私欲流量吧 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家人们 那么我如何为家人们提供更好的 比如我的知识的呈现我的服务 包括我哪怕我提供的这个商品的部分 都是经过我我自己进行层层把关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任关系 我们把这些人认为说是大的KOL 它实际上是叫做一个门槛和一个窗户 我可以通过他这个窗户去看到说 他所给我推荐或者说所给我 就是包纳和容纳的一些知识领域吧 我刚才就举一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快手有1231万个成年人 在快手直播间里去学习识字 那么这些老铁就愿意把直播短视频平台 当做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小的渠道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在这里面呢也特别想还是想分享说 我在加入这个团队中我自己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吧 我是一个在城市出身跟学习且就业的人 我当时在跟我的团队聊的时候 我说我在快手上看什么内容呢 我特别爱看的是果农 它来嫁接果树 然后我特别爱看的是这个农场 它去孵化那个鸡蛋 我甚至会花很长的时间去看那个鸡蛋肤的那个状态 那个小鸡破壳而出 我觉得它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我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没有滤镜的 是没有美颜的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时尚跟时髦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讲 是我所没有办法看到的另一个世界 而这个恰恰是世界真实的样子 而对于我来讲我在里面也收获了很多就是知识的这种感受跟领域吧 我常常在看这个鸡蛋复刻的过程中 我就渐渐学会了耐心 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 实际上当我们在追求一些事情的时候 它的积累 它的等待 它的时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我觉得在我在看到这样的部分的时候 实际在我自己自己的转化 我会把它转化成我自己认为我在哲学方面的一些感悟会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是说 我希望把高端的内容变到更生活化 我也希望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让大家在真实的世界中也能够有一些提炼跟回馈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快手吧 我觉得其他平台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大家获取信息跟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 如果你哪天在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能够想到说 我曾经在哪个平台上 那个平台可能不重要 但是我曾经有一个小知识 我能够去解决它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今天的维护跟经营就都是有意义的 好 我们最后的问题是 您认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对于直播短视频平台来说呢 哪个更为重要 产业数字化跟数字产业化 我觉得都是需要协同来推进的 因为从数字产业化来讲的话 直播短视频已经成为会联网的一部分了 所以就可以借助资源跟技术上的优势 来累积一定的科技实力 将数字化的知识跟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 为将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跟服务 就投入到市场中去进行广泛运用 一块说为例吧 我们就非常重视数字虚拟人的技术 视频的编解码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研发跟投入 我们也会同时积极的参与到 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 那用丰富的市场经验跟实践成果 为数字技术标准化来贡献企业力量 来帮助数字化领域更加规范 跟更迅猛的发展 那从产业数字化来讲的话 其实直播短视频平台就可以 更加助力传统产业做好数字化的转型 就像比如我刚刚一直在提的 这个直播带货领域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工具 来帮助线下的产业带 和中小商家做好资源整合 通过让他们来接入这个数字平台 利用数字化工具来优化他们的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跟经营效率 那对于直播短视频来讲 我觉得这两者都是产业融合创新的体现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 而且我相信这两项目的部分 它也是能够互相促进跟互相融合的 我们都期待在未来能够看到一些新的机会点 和新的业态的产生 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 感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 让我们再次感谢周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周老师